这期视频让我们聊一个既好看又实用的户外品牌 Petagonia 哎呦 what up 这里是沙拉包 沙拉包 我不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但是随着Urban Outdoor风格的流行 原来只关注一些工装或者滑板品牌的我 也开始慢慢的接触到这些户外品牌 说到户外品牌 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跟我一样 我们最早接触的户外品牌应该都是The North Face 然而一件火爆微博跟Instagram的抓容外套 让我第一次了解到了Petagonia这个品牌 作为一个不太懂户外的人 Petagonia这个品牌之所以吸引我 是因为我觉得它比其他的户外品牌都要好看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觉得 同意的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个1 但是深入了解之后 我发现Petagonia并不是一个卖款式的样子货品牌 它是有真正的户外在的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品牌它竟然花大价钱打广告 让我们不要去买他们家的衣服了 那么今天正好我手上有两件Petagonia的单品 而且我发现网上很少有介绍Petagonia视频 所以今天我就从我的角度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Petagonia到底是怎样一个品牌 看到这个标了没有 作为一个资深的买标爱好者 Petagonia第一眼最吸引我的 就是他们这个logo他们这个标 这个标是真的好看 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说的 连Supreme都这么认为不幸 你看这个 这是Supreme在1998年推出的甲克上面的标 有没有觉得非常眼熟 紫色蓝色橙色的天空 配合白色描边的黑色山脉 再配上Petagonia的字样 这个标无论是色彩的搭配 还是山脉的轮廓跟形状都差到好处 而且这个山脉它其实是真实的山 1961年Petagonia创始人 Yvonne Sweetheart 与好友在准备一起攀爬阿根廷 Petagonia高原上的Mount Fitzroy山峰前 遇到了特大风暴 对的Petagonia其实是一个高原的名字 在遇到风暴后 他与他的好友不得不在旁边的一个山里面 躲了三个礼拜 而他看了三个礼拜的Mount Fitzroy山峰的轮廓 正是Petagonia logo的由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跟Yvonne一起去爬山的另外一位好友 他的名字叫Dog Tompkin 而他是The North Face的创始人 我只能说世界真小 优秀的人总和优秀的人玩在一起 不同于大部分的户外品牌 在颜色选择上都比较保守 Petagonia的服装跟他的logo一样都充满了色彩 而这也是他吸引我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说起Petagonia的色彩 只要从Petagonia还没有诞生 开始说 最早的时候其实创始人Yvonne 是一名制作并且售卖登山用的那种盐丁的一个铁匠 那之所以会卖这个 也是因为他从14岁开始就是一名登山爱好者 而在那个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大部分的登山服装都是采用了单调的灰色跟白色 直到1970年 Yvonne参加了一次在苏格兰的登山旅行 然后他在当地买了一件色彩非常鲜艳的Rugby shirt 橄榄球衫 也就是这件衣服 可以看到这件衣服主体是蓝色在胸前以及袖子上是红黄相间的条纹 而这种颜色在当时的登山服装里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出跳的颜色了 从苏格兰返回美国后 Yvonne的美国朋友们都纷纷被他身上这件色彩鲜艳的Rugby shirt所吸引了 而Yvonne也在这个里面看到了商机 他开始从国外进口这些服装来卖 而这些服装也成为了当时美国的一股登山服装潮流 最后Yvonne在1973年将以自己名次命名的 Sweet Nardly Grimm 也就是卖登山丁的那家公司改名为了Petagonia 而丰富的色彩选择以及更加年轻时尚的外观与剪裁 也从那件Rugby shirt开始成为了Petagonia与其他的登山户外品牌的一个区别 但是似乎时尚从来都不是Petagonia要去追求的东西 现任Petagonia的首席设计师Mark Lito曾经说过 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Petagonia作为一个户外品牌 在今天成为了众多时尚以及潮流人士的新头号 而我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第一件Petagonia单品 也是这样一个颜色非常丰富的 充满了潮流与时尚感的一个小腰包 我个人其实非常讨厌这种颜色花花绿绿的包的 因为我觉得颜色一多就会让我觉得有点非主流你知道的 但是尽管这个包有浅蓝 深蓝 粉色 米色 黄色 紫红色 这么六个颜色 但是它的颜色色彩在一起搭配的非常协调 我是真的第一眼就被这个颜色所吸引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把它买掉了 但是到时候我就傻眼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包会这么小 不过虽然它的尺寸比较迷你 但是它在收纳性上面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前面有一个小口袋 然后上面还有个大口袋 大口袋打开的话 里面是还有一个内兜 所以虽然它尺寸非常小 但是日常出门装一些小东西 我个人认为是绰绰有余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里面这个小内兜 看到没有 我是随便揉拎了一下 塞进去的 但如果你好好折叠的话 它最后可以是以一个非常小的方式 就装在了这个小兜里面 而且很重要的是 里面的内兜竟然也送了一个Petagonia的标 所以被折叠之后 这个包真的非常方便 旅行的时候它不占体积 然后到酒店把大包一放 我们就可以被这个小包出去 而且在机场的时候 它也可以拿出来 我们可以装一些护照呀 身份证呀 这些随时要拿要取的东西 也非常方便 这个包在天猫的售价是319块钱 然后我为了省50块钱 我从美国代购 等了差不多20天吧 最后的到手价格是270块钱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一个小包 270块是贵还是便宜 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那如果如果你觉得这个270块是贵的话 那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 270块可能是你能在Petagonia买到的最便宜的一件单品之一了 只要对户外品牌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户外就等于 就拿他们最出名的这件抓绒外套来说 它在国内的售价是2399元 而这件羽绒服它的售价是4299元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在看视频的 像我们这样子的非物外爱好者来说 价格无疑是非常高的 售价这么高 那为什么Petagonia还有这么多人买 因为支撑Petagonia价格的是它几十年间的创新以及品质保证 怎么感觉有点像在打广告 哇好烫 打个比方吧 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休闲品牌还是户外品牌 都有推出的抓绒夹克 英文名叫Sinchilla SnapT 它无论是面料还是款式 都是由Petagonia在1985年就已经首创推出的 而直到今天Petagonia的抓绒夹克 依然是所有东奥里面最棒的那一个 但是就在外界将Petagonia定义为一个奢侈户外品牌时 它却反其道而行了 还记得我在片头说的Petagonia打的广告吗 在2011年的黑色星期五 也就相当于国内的双十一那天 Petagonia买下了纽约时报整版的一个广告 它在上面刊登了一件Petagonia的夹克 但是在上面却用黑色的粗体字写着 Don't buy this jacket 这真的非常新鲜了 竟然有人打广告让大家不要去买他们的衣服 但其实Petagonia并不是真的让你别买 它只是在告诉消费者 如果你仅仅只是因为黑色星期五打折 就买我这件夹克的话 那就别买了 因为这件夹克的制造会产生高于其本身 24倍的二氧化碳的排量 Petagonia希望所有的消费者在购买他们的产品之前 了解他们的 Reduce Repair Reuse Recycle 以及Reimagined 的5R原则 反正就是环保了 同时Petagonia创始人 以往也发起了1% for the planet 1%地球税的一个计划 Petagonia每年将捐出他们营收总额的1% 用于环境保护 而这个计划也是呼吁更多的公司去参与他们 而且在2016年的黑色星期五 Petagonia将他们当天的全部销售额都捐了出来 总额高达1000万美金 可能很多人觉得作为一家商业公司 环保只是Petagonia的一个营销手段 但是我觉得拿环保做营销手段 无论是对环境保护 还是对自己公司品牌发展 都是双赢的 这样的公司可以多来几个 像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King 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环保的公司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我这期视频 同时Petagonia还在很多方面推进环保 例如他们有推出就医回收改造的计划 逢逢步步又三年 然后在他们的服装以及产品上面 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环保的元素 就比如说我的另外一件Petagonia单品 也就是这个冷帽 在它的吊牌上面 它是备注了recycled polyester 也就是说这个帽子 是由回收的锯质纤维面料所制成 那这也让我想到了前一阵子 Converse的Renew帆布鞋 也是用回收的塑料瓶制的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公司 在用这些环保的材质 也在提醒我们这些消费者 不要整天就想着冲冲冲 偶尔还是要为我们的地球家园 稍微想一想 不过我还是买了 说回这个帽子 虽然材质是回收的锯质纤维 但是它在实际的触感上 以及佩戴感觉上 我个人觉得跟普通的冷帽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至于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帽子 那原因就非常简单了 还是经典的买个标系列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标非常非常好看 那这个帽子 我是在新西兰的户外用品店里面买的 我买到的一个价格是 人民币差不多202块钱 但是我发现我买亏了 因为发现淘宝上 找美国代购只要199块钱 幸好美国代购还有10块钱运费 不然我这辛辛苦苦从新西兰带过来 那可不就亏大了吗 很惭愧介绍了一整片的Petagonia 结果我只有一个腰包跟一个冷帽 我甚至连一件T恤都没有买过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Petagonia 它们的售价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也是比较喜欢Petagonia 喜欢它这个标的话 我个人觉得也可以从一些小包呀 小零钱包呀 或者这种帽子开始买起 OK那么以上 差不多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我对于Petagonia的了解真的还是非常少 大部分都是在网上查阅的资料 那我查阅资料的网址 我都放在下面的简介栏里面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希望这期视频能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在视频里面有任何错误的话 也希望大家能在弹幕跟评论里面指出来 能帮助我更好的成长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麻烦帮我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再联一波 我是沙拉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